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根據統計 其實泰國的有息產業 這些從業人員竟然高達280萬 佔了整個泰國人口的4.4% 而提供這個有息產業的場所 竟然高達有6萬多個 你肯定會很疑惑 一個全民信佛的國家 為何它的有息產業會這麼發達呢? 其實有很多原因 主要是十世紀左右 有息行業已經在泰國存在 而後來二戰的時候 美國也在巴提瓦駐軍 同時推動了很多行業的發展 尤其是有息產業 有很多比較貧困地區的男生 也會招呼美國大兵 久而久之 也形成了一種 男人招呼男人的習慣 而巴提瓦的大名 同時在二戰的時候 已經向整個世界宣揚開來 其實在早期的泰國 尤其是古代 也有男尊女卑的思想 甚至泰國有一句言語 說女人是水牛 男人才是淫 而泰國是農業的大國 在傳統經濟結構上 其實女人負責家庭經濟 要負責去家田、種地、生小朋友等 而男人做什麼呢 負責一些宗教事務 出家 所以久而久之養成了 泰國的女人 是不介意 沒有人會覺得有問題 他們會去做一些比較重的體力勞動 例如地盤 在家裡換燈泡 爬高爬低油油漆等等 全部都是女人做的 而泰國的女人 所以在普遍程度上 是比泰國男人更加勤力 在泰國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 尤其是泰國的東北部 女人還要負責善養自己的父母 以及男方的父母的責任 如果一個不夠錢養家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踏足這些有色產業 其實在很多偏遠的地區 其實在泰國的家庭裡 例如說父母 生了兩個哥哥 然後再生了一個妹妹 你想想 妹妹已經是家裡最小的人 但是他們兩個哥哥 是不需要善養自己的父母 善養父母的責任 是在她的女兒身上 在小女兒身上 是不是很奇怪呢? 作為家裡的小女兒 每個月是要固定給老人家的善養費 而作為男丁的兩個哥哥 是不需要負責這些事情 而泰國曾經的法律 是允許一夫多妻制 直到1935年 才被拉馬六世的國王廢除了 一夫一妻制也是源用至今 但是泰國的愛情觀 比較奇怪 而泰國人也比較花心 離婚率也高到你不相信 所以很多失婚的婦女 也會去投入這些有息產業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1997年 有一場全球的金融風暴 而這一場金融風暴 也對泰國的社會 經濟有十分之嚴重的衝擊 在這個時候開始 從事有息行業的女性 也越來越多 主要的原因就是 很多女性開始失業 沒有工作 又要養家 這麼大壓力 為了生存 只可以投身一些行業 而泰國本身是一個 禁賭不禁王的國家 所以一定程度上 也助長了這種行業的風氣 不過泰國政府的態度 其實也不太支持這些產業 其實在1996年 泰國已經頒布了法律 性交易其實是不合法的 包括利用網絡去散布圖片 或者視頻 都是不可以的 而在泰國電視劇中 如果是有一些成人情節 或者是吃煙 喝酒的情節 總之是兒童不宜的事情 都是要打格仔的 但泰國政府也不是很強硬 而這些所謂的有息行業 其實他申請的牌照是合法的 例如他會申請一些 酒吧、浴室、按摩店 作為他們的經營牌照 法律允許提供按摩、賣酒、舞蹈表演 但如果你提供性服務 其實是違法的 而關鍵是 其實泰國的警方 在受賄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 有一些封月場所的老闆 每個月定期會向一些警方 去賄賂大概30萬左右的美金 作為保護費 所以其實所謂的泰國的禁賭不禁王 其實都不是完全準確的 其實泰國政府的態度 其實都是不讓你做性的交易 但是 又是因為這些 賄賂、貪污的存在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灰色地帶 泰國在法律不允許的情況下 有色產業依然如此蓬勃發展 其實泰國政府也不是很大力地禁止這件事 可能抱著一種隻眼開隻眼閉的心態去做這件事 因為它創造的稅收和經濟效益是相當高的 這些桌底交易也為整個泰國帶來很巨大的一筆收入 主要問題大家都知道 泰國是一個旅遊大國 而這些與有色產業有關的旅遊 就佔了整個旅遊份額的10% 即是大概每年有40億美金的外匯收入 所以泰國政府也沒有心沒有力去禁止這個行業 而這個有色產業 在泰國涉及的群體也比較大 有幾百萬人都是靠這個行業去維持生計 你想想 在這些風雨場所旁邊賣水果、衣服、燒烤等小販 其實每天都是靠這些顏色的遊客去賺錢 就是在這些風雨場所旁邊賣宵夜、小食 都已經足夠養價了 而很多的風雨場所背後也有很多社團大佬照著 而很多國際犯罪集團的大佬 都是在巴提瓦有影響力的 所以泰國政府也是採取一種 比較曖昧及冷處理的方式去治理這些有色行業 如果你住泰國的一些酒店 你基本上是不會聽到一些騷擾電話 泰國也要求所有的娛樂場所 一定要在凌晨2點之前打仰 而曼谷作為泰國的首都 很多太誇張和太過分的表演已經禁止了 而另外一個泰國人會去做一些有色行業的原因 主要是泰國人沒有儲蓄的習慣 就算賺到錢也很快便會花光 所以其實做這個行業是可以賺快錢 所以也是因為有些人是拜金 所以會去從事這些行業 可能對大家最疑惑的就是 明明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 為什麼可以允許這些東西存在呢? 總括而言就是佛教是泰國的國教 所以其實它和泰國的政治、經濟、文化 是捆綁在一起的 所以沒辦法 在泰國的佛教裡面 其實社會的經濟好 佛教也會更加輕旺 如果經濟不好,大家都窮 佛教也會遭受到大家的破壞 所以其實佛教也沒有在這方面說什麼 有部分佛教人士也認為 這些有色行業的工作者 是為了幫助他們的加計 以及去從事這些行業 或者是為了捐助寺廟 而去做這些職業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並不是可恥 但也不是代表整個泰國佛教支持大家做這些行業 只不過是他們也不會公開反對 所以總體來說 是持一個比較寬鬆的態度去對待這些事情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泰國佛教可以這麼寬容? 我們在這裡吃蟋子、踩蟻蟻 都要被你罵,又說要落地獄等等 主要原因是和泰國佛教 曾經受過其他宗教的影響 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對泰國佛教的影響比較深的就是印度教 例如泰國非常多人去拜 又說靈到不能再靈的四面佛 其實是印度教裡面的梵天 所以它不是傳統佛教的產物 而很多人拜四面佛 你可能會知道 你去幻神的時候 你需要找些女生在四面佛旁邊跳舞 據聞是因為四面佛喜歡看美女跳舞 但整體來說 就算你在四面佛的面前跳舞 也不會穿得很暴露 即是會戴上金頭盔 即是金帽 穿到花絲綠 即是很傳統的服飾 其實佛教作為泰國的國教 其實它對普通老百姓的限制不太多 一般來說 如果你不犯法 不犯它的戒律 或者不犯它的規就OK 好了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風塵婆婆 講一下泰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